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些私人的领域有点兴趣 那我也不能说对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帮助 因为你们大家的关注呢 我在癫痫方面提倡 还有一直在希望做的卫教 也让很多之前没有接触到的癫痫朋友看到了 所以我们的成果在国外在发表的时候 事实上就有超前了别人 那我想其他行业或者其他医疗专业的跟我一样在做人体试验 或者病人的比较前进的一些研究试验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那我也是非常感谢 所有大家团队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大家把这个守得很好 大家都有戴口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引以为傲的 我也是谢谢大家 主任会看记者会吗 有看丈夫的表现吗 我那个时间都有在门诊 所以我是跟大家一样就是 也是看也会看新闻 也会看一些资讯 然后看防疫的规定 然后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医院里面 我们照顾病人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特别留意的 然后要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责官回去之后有跟你讨论过 说他在指挥中心上可能一些防疫上的一些烦恼 会跟你讨论 他进门回家不会讨论公事 我们大概很少讨论公事 最近有跟先生聊到 就是分享这个超一波手术 这个只要是我的同事 我的同学 还有我的其他有相关的 比较对医疗心知 有点要了解的人 我都会把我们这个 目前在做的这个部分 跟大家在分享 有时候也听取我们 其他同行同业的一些意见 就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的 有没有想到的 这个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要很小心 要很仔细的收纳大家意见的一个地方 今天这个场合我还是尽量能够 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些私人的领域有点兴趣 也不能说对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帮助 因为你们大家的关注呢 我在癫痫方面提倡 还有一直在希望做的胃教 也让很多之前没有接触到的癫痫朋友看到了 那确实我心里有一些安慰 就是说他们之前可能 事实上适合来我这里做治疗的 适合我们团队来做治疗的 他们终于找到了我们 然后得到的癫痫很好控制 甚至完全就不发作了 那这是另外得到的好处 那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